今天我們一齊談談這個NinoBlock 其實是日本的職幕 日本是香港真光 有一套是NinoBlock特分為香港而取出的產品 是NinoBlock成Sky100的一個職幕 Sky100跟NinoBlock首次合作 Sky100跟大約有的 這套環球貿易中心最高的這套就是它 我們站在那裡就看到這堆景 這兩邊其實是維港的碼頭 有些杜輪的東西在這裡 這邊比較新的 這邊其實就是最新的故宮 M家 智星碼頭 有鐘樓 還有這個 馬杜森 這個圓形的 這個是淡古地的 淡古地也有 其實它很齊 麻雀衰小五臟共 IFC就用了一些鑑色和透明去做那個形狀 其實這個也很像 是藍藍底色 這個就是國今的一義旗 高的義旗 這個就是中環廣場 中環廣場也很華麗 其實曾經是最高的大約 曾經是最高的 它整棟都是用透明去做 最後最重要的這棟 就是我們的環球貿易廣場 這裏就是Sky 100所在 很想看到的景色是360度 很高的 那天很高 很高很漂亮 已經上一樓 我一遠看它本身叫Idea 因為我有看過它們的歷史 想Sky 100都可以看到 其實它做這兩棟的目的 我們就好像想做 以前古代不是有些大門 大門 就好像是維多利亞講的大門 當船駛進去的時候 就看到這兩棟大門 那種感覺 所以當年就是這樣做這棟 最後如果朋友想知道 有興趣買到Sky 100之外 就去Shop 另外我們的影片的連結 都可以放進去 大家可以參考 第三集 剛才又玩過女兒 又見Brian玩過女兒 現在就玩一些 光陽氣厲害少少的東西 這次要介紹的 繼續是這個 環古戰技 這次有兩批 是兩批 的士兵 ARC15就是 灰熊守衛隊的自走炮小隊 還有16的就是 被銀熊英軍團環古騎士小隊 厲害 都是兩個小隊 每個小隊就有三個 我叫士兵 士兵 對 可以做個Close-up Sorry 其實兩組的兵 大致上的編排 都會有三個台座 三個Figarin 然後就跌了 一二三四五六 的工具 兩把手持兵器等等 另外也會有一堆 拳頭 還有一些 接駁用的關節位 等等等等 除此之外 在後面 後面 真厲害 也會有其他工具 例如手榴彈 武器袋等等 一應俱全 一個正常的吸索 是包不完 是要貼在後面 這些就過癮了 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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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隨便找一個 出來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算是冰獎 通常冰獎的設計 都會有人樣 很仔細 每一次都很仔細 這間店真是厲害 相色又漂亮 是 看見本身主體是灰色 黑色 再加上紫色 肩膀也有 疑因 就着他國家的 揮號 另外 麵箱 我都不知道 應該放得到 這個尺寸 沒有酒樣 沒有歪炮 QC不錯 其實可動的 每次都會介紹 大家聽到的就是風箱聲 不需要覺得驚訝 其實本身這隻 的可動性 我用一般的 1比144的HG 都絕對可以給味 因為他每一個不同的 部位 不同的關節 都招呼你 記住 他的尺寸是1比35 所以 嘩 頸的可動都很高 你說是不是瘋了 他連本身手跟那個位 當然肩甲就不用說了 有個波階 他連手跟這些位 都有做到一個橫切給你 即是跟一般的HG模型 真的沒有分別 好了 等到差不多 又可以看看那些工具 這次這一盒 我隨便找一些比較有趣的工具 和大家分享一下 隨仔士巴拿我不拿了 不過 追擊槍 或者類似AK的槍械 這把劍槍 手柄 原本拿著的槍口位 這一個用來劈油的刀刃 這個設計真的非常棒 這一個真正格鬥用的斧頭 看看拿著又如何 慢一點 現在沒有 沒個手 可活用 大家看一下 如果 整個鑽子 就要塞進去 我可以選擇 不停 再嘗試 是 不過應該是硬硬的 也很簡單 有少少 dead air 但有時玩玩具都無可避免 我們喜歡開槍 而且桌油變成玩具都頗盛行 對,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設計 都非常吸引 有栽胎出窩哈馬 有他們原創的環球戰技 不拿著了 好,讓大家看看 麻雀衰小 超過五狀俱全 本身武器也特別有一些損口位 可以安裝到士兵的背部 其實在玩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它可以背著很多工具 另外,我剛才給大家看到 那些未拆袋的一包二包 也可以安裝在腰部 背著更多手榴彈 變成整個裝甲服 連著士兵非常出力 重點也是 加上它本身的小兵的可動性 那麼高 可以擺到很多不同 很有型的姿勢 至於重裝的 麻煩給遠鏡 看看導演 麻煩了 獨腳戲了這麼久 因為很想組好整套 這個銀色盔甲真的很漂亮 這個秘銀紅鷹騎士團 一門三件 這個最吸引我 就是比起之前的兵 它是比較多了一種騎士風 我見到它的規格 很漂亮 尤其是它有一個左右護法的盾牌 對於一個小隊來說 做這個陣型是非常有吸引力 還有我最欣賞的 就是它可以做到像戰棋的感覺 它配上一個專屬的台座 真的很好 雖然這隻是完全可動的 但是你放在這個台座上 就像玩戰棋一樣 是 很貴WARMOR 這個感覺上應該像是這個隊長 有一把很長的 這個是不是叫激 激 非常小 它作為這個頭目石 它有一個很酷的披肩 披肩後面都有它的國徽 都很萌 你用回四 看到整個 因為它上了金屬銀 即是銀色的原故 感覺是非常華麗的 看到有這個中古西方騎士武士 就是它那類的感覺 這邊就是用一些鈍器 其實它本身的工具 全部都是中古武士 即是大部分用中古武士來參考 它也像WARMOR 應該有些類似軍階 那樣的東西 就算是兩邊的 肩膊有花 散仔 那這個就是拿著流星錘的鈍器 而三個的面都有點不同 有些是沒有面 沒有下巴的兜 有些是有樣子 也都是 有些是見不到樣子 這個 說肩膊有花 一定是這個 或者讓大家看看他們的 我算是軍階 大家顯然易見 究竟誰是肩膊有花 誰是雞仔餅 誰是散仔 大家應該都猜到 這個就是機槍的兵種 但是後面有一個 好熟後面的 二戰榴彈炮 背部也有兩輪 感覺上 近戰兵也有軟戰兵 組合了一個很有趣的小隊 你說我這樣說 這一套的設計 壓倒了其他款式 這個是特別漂亮 因為這個是 這些比較現代的 這裡反而有些古代的 感覺 不是說它差 是它太 outstanding 對 正 好 大家有興趣的 我相信坊間 大部分的玩具店都有 多少錢 不知道 不知道 看玩具TV就這裡好 你是不知道價錢 我們只是負責介紹 我們只是玩玩具 沒錯 稍後見 好 這個真的有興趣 很漂亮 這是銀色 好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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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也很重要 可以放一隻給我嗎 可以 一整套就算了 你想吃一隻嗎 三隻差不多 好銀 好銀